金三角臭名昭著的那么多年 为什么却始终无法被铲除 最新上映的扫毒3人在天涯 一句台词就点名了其中一个原因 在金三角 枪就生命 这里枪支泛滥 几乎全民无装 甚至号称比正规军还要强 加上它位于三国交界 地形特殊难以深入 而泰国缅甸老挝的国力都不算强 要想彻底扑灭金三角的罪恶 需要付出的必然是无法承受的巨大代价 扫毒系列第三部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样的犯罪天堂 2023最新港剧大片 由刘青云饰演的大毒枭 以及古天乐和郭富城扮演的忠实小弟 上演了一出完美的警匪大戏 成哥的面粉由直升机运往指定海域 随着到达地点缆绳脱钩 不按时到达 码头上一艘货船已经等待多时 岸上的小弟此刻也收到了快递送达的信息 赶忙将这一消息汇报给了他们的大王 拆歌 带上几名马仔登上货船前往指定海域 到达信号坐标地点后 将一个巨大的挂钩丢入水中 阿诚饰演的比例穿好潜水装备 毫不犹豫直接跳进水中 差不多下前三个来点以后 顺利地找到了包裹 将挂钩与货物连接随即发出信号 接着拆歌一声令下 揽绳被吊机缓缓劈起 不一会儿功夫连人带货被拉出水面 如此多的白面若能成功地回到岸上 拆歌将会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大毒枭 很快传之就回到了码头 等待多时的小弟们开始卸货装车 货物被一桶一桶的装进车厢 随后一行人开始有序撤离 鼓仔与拆歌一道比例则乘坐另一辆汽车 原来拆歌的这次行动早已被警方锁定 几辆警车围堵了他们撤离的路线 一群毒贩也纷纷拔出了枪 拆歌则命令小弟开车冲过去 鼓仔却拔枪对准了他 并下了他的枪 顺势再给开车的马仔来上一发倾泻的问候 飞出车辆的鼓仔迅速爬向警方的车队 负责行动的警官也连忙确认了鼓仔的身份 原来他是警方的卧底 听到这一切的拆歌十分恼怒 鼓仔随即也加入了行动 令拆歌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最幸运的兄弟竟会是警方的卧底 早在几个月前他还救过自己一命 几人刚从会所嗨疲完 来到停车场打算离开 刚回到车边的鼓仔 正打算开车回家时忽然听到几声枪响 原来是拆歌几人遭到了几名杀手的袭击 正当他们被打得爆头鼠窜时 鼓仔开车赶到 仅一个回合便化解了危机 也正是鼓仔的这次营救 彻底赢得了拆歌的信任与器重 自此鼓仔 拆歌 比例成了要好三兄弟 画面回到扫读现场 拆歌已经被四面包围情况危急 此时其他的马仔驾车冲了过来 准备营救拆歌双方展开了激烈交火 一辆汽车撞到路障翻滚三圈半 突如其来的撞击打乱了警方的阵型 毒贩马仔开始疯狂射击 另一辆车上的比例 瞅准了时机跳下了车 刚好被捕仔看到 从地上爬起的比例手臂重弹一枪 赶忙寻找掩体躲了进去 拆歌则边打边退回到了货车旁 拉开死去的马仔当起了肉盾 放下刹车一脚地板油 朝警方的车队冲了过去 打算突出重围 硬生生地给他冲出了一条通道 最终还是被前方的轿车顶了起来 几人连忙下车开始了反击 混乱中一名马仔抢到了一辆警车 在其他小弟的掩护下接上了拆歌 几人一路边打边退驾车疯狂逃窜 硬是顶着枪林弹雨突围了出去 然而此时丧心病狂的拆歌 却拿出一个遥控器 原来先前的车辆都被他安置了炸弹 随着拆歌按下按钮 车辆瞬间发生爆炸 逃出后的比利也遇到了追上来的骨仔 正当骨仔想要带回比利时 其他的警察也纷纷赶到 比利再次胸口重弹倒在了地上 骨仔还打算上前 拆歌一行人杀了过来 并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比利 几人打算营救 双方再一次展开了激烈交火 在一群马仔强大的火力掩护下 终于将其救出 几人迅速地开车离开的现场 此时的骨仔也跑了过来 并阻止剩下的几人开火 表示车上的人当中还有一名自己的同事 拆歌找到了一名医生 为比利取出了身体里的子弹 随后警方对拆歌在香港的祝福 进行了全方位的搜查 并在电视柜中发现了大量现金 以及400公斤白面 警方对逃走的几人实施了全国通缉 由于这次的行动失败 拆歌几人不得不暂时离开香港 他们驾驶一艘快艇来到一处公海上 踏上了前往泰国的货炉 几人势必将在泰国掀起一场狂风暴力 在香港遭遇警方围追堵截的拆歌 辗转反侧来到了泰国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条赚快钱的路子 一小股运输面粉的车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可是当地最大的毒销总司令戴金龙的火 打劫他的或势必会冒很大的风险 但是为了能在这边这样能脚跟 黑师黑也是这个行动里常有的事 然而几人手里为数不多的几只手枪 根本敌不过手持AK的运输小队 打定注意后的一行人 很快就迎来了这次机会 这天夜里总司令的部队与隔壁的村落 爆发了冲突 几人偷摸地来到了营寨外面 趁里面打得水深火热的时候 顺势搜刮双方的武器装备 先前受伤的比利 也在一名叫小柔的女子细心照顾下行了过来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比利赶忙询问她是谁 随后得知是差哥找过来照顾自己了 并从小柔的口中了解到 自己现在身处于泰国与缅甸交界的金三角地区 有了武器的差哥开始了他的计划 他们在车队的必经之路上埋伏好炸弹 其他的人则躲在道路两旁严阵一带 车队缓缓靠近所有人打起了精神 接着差哥开始倒计时 3 2 1 8 拉动绳索随着一声爆炸传来 后方的车子也停了下来 双方展开了激烈焦火 装备精良的车队直接拿出了火箭炮 对准差哥几人所在的山头就是几发 一旁的比利被炮弹震飞出球 好在并没有什么大案 下一秒又被雨点般的子弹包围 差哥几人则越战越勇 一路朝山下冲去 一发炮弹再次落在了比利的身边 这一下彻底触发了他的小宇宙 端起手中的武器一通扫射 直接放倒了尖堂火箭弹的毒贩 随着四方人员的不断合拢 运输车队损失惨重渐渐落入了下方 剩下的人也只能缴械投降 经过一番激斗 差哥也顺利地拿下了车队 然而他却做了一个 令所有人难以意料的举动 直接把车队抬回了总司令的迎战 两人一番简单地沟通过后 士兵开始向上级汇报情况 在得到允许之后 差哥独自一人来到了总司令办公室 见多了大市面的总司令 并没有恼羞成怒 反而更加好奇 哪有结了别人的货 又给送回去的道理 差哥则表示自己之前 一直都有买他的货 不成想这次被香港警察 搞砸了自己的买卖 这才跑到金三角 换问总司令讨口饭吃 今后他的货由差哥一伙人负责运输 总司令眼见此人如此胆识 也欣然答应了差哥的提议 随后还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各能安全地运输自己的户 这对双方似乎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比利与先前照顾他的女子不生情愫 两人很快确定了关系 以利买了一个漂亮的发卡送给了小龙 就在付款的瞬间 比利趁机顺走了店家的手机 随后赶忙联系了远在香港的骨仔 原来比利是香港警方 安插在差哥身边的卧底 两人简单地交流过后 手机也因为没电挂断了电话 另一边得知比利身处泰国的骨仔 也来到了这里 在得到泰国警方的协助之后 他们打算进山营救比利 也正好可以围剿总司令的迎战 很快部队开始集结 围剿行动即将展开 这就是他吸毒的下场 一群不长眼的小卡问咪 竟敢打劫大毒销车队 车上几人纷纷拿出了枪 速差却叫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自己下车看看什么情况 果然能当上大佬的 都敢是过人 速差一个人独自前往 对方足有几十号人 而且还配备了火箭弹等武器 回首的白毛一开口便要十万美金 还答应放速差等人通行 不给钱连一只鸟都别想从这里飞过去 速差无奈也只好答应 慢慢转身朝车队走去 来到车旁打开车门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袋子 静止朝对方走去 来到对方跟钱速差慢慢将手伸进包里 速差瞬间眉头一紧微微一笑把手抄了出来 每个手指上都挂着一个炸弹拉环 匪徒见状被吓得四散而跑 扔掉背包顺势干掉一只 随着一声爆炸 嚣张的匪徒被炸得人仰马斑 速差手下也开始了全面反击 双方讲他的激烈交互 瞅准时机的比例跳上车 一脚地板由朝劫匪车辆冲了过去 硬生生的杀出一条血路 很快三辆车子顺利的冲出了包围圈 然而危险似乎并没有结束 正当他们开到一个三叉路口时 却遭到了另一组车队的袭击 比例被一辆车顶着不断的朝悬崖拍去 见势不妙赶忙从车窗爬了出去 刚落地的比例 就被一群全数武装的士兵摁在了地上 这些人正是泰国边防部队 逃脱后的速差紧急联络了大毒消毒司令 无奈他只好说出自己是香港卧底警察的身份 押送比例的警车刚开到警局门口 就被一辆越野车拦了下来 车上走下一名军官 只见他缓缓靠近车辆 打开尾门对上面的警察说 把嫌疑人交给他 随后他把比例带到了一处隐瞒地点 并为他解开了手铐 原来这名军官正是大毒消组司令 速差交完保释今后把他捞了出来 然而就在回营寨的路上 他们与一辆军车踏肩而过 另一辆叫车上的骨仔 正好看见了车上的比例 随机骨仔便让人掉转车头追了上去 前方的车辆也发现有人跟了上来 三辆小车一路风驰电车 你追我赶 差一点撞到了对象行驶的车辆 疲于奔命的毒贩把车开进了一处菜市场 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两架警车也紧随其后 吓得周围人群纷纷躲避四塞而逃 最终还是回到了马路上 道路的尽头是一条深不见底的大江 临近路口是毒贩马仔一个虚火 骨仔几人驾驶的小车直接冲下了台阶 后方赶到的吉普还是撞了上来 直接将其顶翻来的个四脚朝天 几名警察连忙下车寻找躲避掩体 另一辆车中的毒贩也纷纷爬了出来 一名马仔率先开启了火 警察被迫还击 短暂的交火过后 几人打算趁乱逃跑 不成想最后的马仔被几枪放倒 见状的比例犹豫几秒过后 选择了另一个逃跑的方向 接着骨仔也追了上去 终于在经过一处废墟时 比例叫住了他 久别重逢的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两名警察却拿枪对准了他们 好在其他同事提醒是自己人 这才化解了危机 很快两人来到了江边 比例也从骨仔的口中得知 泰国军方准备当晚十一点 轰炸毒贩营债的行动 这样一来便会死很多人 自己必须前去救出女友 最终骨仔拗不过他 只好放他回去并点了他一部卫星电话 万般叮嘱一定要在当晚十一点前离开 当天晚上太方军队开始在边界集结 比例也骑着摩托车回到了营寨 然而此时军方却开始提前行动 十分钟后轰炸机将会抵达目标上空 听到这个骨仔不淡定 警察也表示无能为力 骨仔大脑飞速运转思考一番后 果断地跳上车带着警民同事 朝营寨的地方开去 骨仔也把军方提前空袭的事情 及时地告诉了比例 时间紧迫比例赶忙找上自己的小女友 打算带她离开 两人刚走到门口 就遇到了找上来的速差等人 还没等大家寒暄几句 一辆皮卡就开到了几人跟前 随着曝官一声令下 几名士兵便逮捕了比例 大毒销总司令也走了上来 并把她是香港警察卧底的身份告诉了大家 而速差则表示万万不可能 哪有警察为毒贩党子干得到 比例也回应道 当时被警察抓住 为了脱身才不得已这样说的 然而总司令却秉持着 宁可错杀也不愿放过的原则 打算直接复绝了比例 此举直接惹怒了速差 把枪顶在了总司令的头上 正当大家相互对峙僵持不下时 军方的轰炸机扔下了一枚炸弹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总司令也摆脱了速差的束缚 奋不顾身地跳上皮卡打算开溜 轰炸机开始对地面进行无差别攻击 一枚炸弹直接落在了人群中 比例的女友当场隐灭 她也被炸弹震飞出去 一顿狂风滥炸之后 地面部队开始了行动 毫无纪律的毒贩武装 哪里是正规军的对手 被打得狼狈逃窜 速差也发现了人群中的古仔 抬起枪就是几发点射 重弹的古仔赶忙逃进屋内 速差也追了上来 两人展开了短暂的交火 最终还是古仔略胜一筹 比例也从外面冲了进来 古仔连忙把枪顶在了速差的头上 速差还叫嚣着让比例开枪 然而对准古仔的枪口 却在此刻缓缓指向了速差 一切都已真相大白 比例也告诉了速差 自己是一名卧底警察 现在就要抓捕她将她送上法庭 古仔也放开了她 自己曾经最信任的两个人 既然都是警方的卧底 此刻其他的警察也赶到了这里 速差也只能束手就停 自此以速差为首的贩毒集团被彻底瓦解